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办法把它演给别人看 把戏演好才最终能称之为一个好的优秀的演员 你要想做演员的话就要先学会做人 对于一个演员来讲流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品还有就是你所诠释的角色 希望说自己可以让大家慢慢地看到我的进步 我希望我做到的第一步就是 所有我拍过戏的剧组里面的导演或者是说工作人员 觉得陈学东是一个认真的人 其实我的电影梦就是通过自己的表演 就是带来好的作品让大家看见 因为梦想其实很重要 而且不只有梦想 你必须还有能够肩负起这个责任 要真听真看真感受 不管是演戏还是生活 得先是根据生活 然后周围老百姓这种状态 然后真的是基于生活 然后再高于生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做一个好的演员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我的初心就是想当一个好的演员 在表演的这个领域能不断地有提高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就是要做到就是得一双心 真正能够对喜欢我的朋友们 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我一直觉得电影像给观众编织了一个梦一样 就是要多拍一些由我们民族性 或者是优秀的作品 然后来向大家就是传播我们祖国 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文化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其实从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讲 要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所有的电影创作其实都是在探讨一种价值观 都是在输出一种价值观 树立一个好的人物 一个好的形象 讲好故事 讲好故事本身 是我们艺术创作者必须要抓的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担负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有前所未有的际遇 我们只能把自己的内功修好 这样才能捍卫住我们国产电影应有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